大家好 今天兔爸爸不在家 就兔妈一个人拍视频 今天要把这个菜床给清理出来 准备种喜凉的蔬菜 菜床已经大半年没有打理过了 边上的四棱豆 除了特长的那个品种 还在开花结果 中间的紫色四棱豆已经衰败了 边上是紫花的枣竹四棱豆 结了很多豆了以后 现在完全衰败掉了 今天要把种子给收了 然后把糖就清理掉 菜床里面这一块是分葱 去年种了以后不怎么管 逃过了夏天 现在又开始长出新叶子了 这个是教头 在国内的南方很流行 天气凉了以后长得郁郁葱葱的 中间这里有一小块的生姜 都种了一年了 不知道有没有收获 待会我们挖一下 存量不多的红根韭菜 需要的朋友下摊吧 以后这个品种就没有了 东西不多 我们开干吧 先把四棱豆的种子给收了 四棱豆的种子一年只能收一次 产量很低 所以四棱豆的种子在外面卖的很贵的 我就有多少收多少了 拿铁丘出来开挖了 香葱种下去了以后我也没怎么管理 一年一颗香葱就可以长这么一大把出来 国内这种分葱很流行 一般我们叫香葱 分葱在美国就很少见了 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一倍上面淘了好久才淘到的 这种分葱好在什么呢 它种的时候就是一个葱头 葱头种下去了以后长出葱苗来 这个葱苗的个头不会长得很大 但是它会不断的分生出来很多的小葱 这个小葱啊 你是越种长得越多 而且生长周期也很短 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小家庭的种植 你吃的时候分出来一些 剩下的留在地里面 它会继续分生出更多的葱来 我们再挖一下轿头 轿头在南方比较多吧 一般是在秋天的时候种植 然后让它过冬 春天的时候继续长 当后面收获的时候 会有很多个白白的脆脆的轿头根 我搜了一下轿头的常用的吃法 一般鲜食的方法主要就是炒 可以用轿头的叶子或嫩筋 炒了以后会有特殊的香味 类似于蒜 但没有那么浓的蒜味 轿头也可以跟肉类或者鸡蛋一起炒 可以增加一种特殊的香味 在我们广西最常用的 酵头的使用方法就是用来 腌制酸酵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酸酵头 酸酵头应该是可以买得到的 在我们老家酸酵头经常被用来 当作调味饼 平时烧鸭烧肉加一点酸酵头 可以体现开胃 我在这里千辛万苦的找了酵头来种 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吃上新鲜的酵头 这个酵头种下去也有一年了 从最开始的几个头到现在 一大把一大把的熟起来 看这个样子几百颗应该有了吧 我打算把它们分开 然后移栽到另外一个地里面 等来年春天的时候 希望能收到品质好一点的酵头 不管怎么样到时候 我会拍视频给大家更新的 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挖好了 我们用一个大箱子给它装起来 你看满满的一大箱子 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叫菜苗 到最后我们放上我们挖好的香葱 接下来终于要挖我们的生姜了 说起来惭愧啊 我生姜已经尝试中国好几次了 都没有很成功 主要原因是佛罗里达这里 夏天又热又潮湿太阳又晒 对生姜来说真的是很苛刻的条件 那么我这一块地呢 本来就是夏天的时候会比较阴 然后我已经很控制它这个水料了 尽量不让它腌到 没想到挖出来这个嫩姜还挺漂亮的 应该算是成功了吧 有了这次经验啊 我觉得下一次我可以把生姜种得更好 因为我烧菜 生姜是我必不可少的调料 几乎每天都要用到 而且自己种的生姜 怎么说都会比外面买的还好吧 你看到最后挖了这么满满的一小箱 其实我已经很满足了啦 接下来我就清理菜园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兔妈的视频的话 给我点个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去购买书带种子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